補鈣不足要當心 影響身高還影響心臟 在基礎階段 小孩子這個營養 鈣質就非常的注意 鈣質每天需要大概800毫克的 做的東西加起來還有加牛奶 對 你的牛奶 牛奶可能喝個大概 150到200毫升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食物 應該都差不多 其實鈣的話 除了跟我們長高有關係 跟我們缺鈣有時候會 小朋友肌肉腸抽筋 甚至對我們的孩子的心臟功能 也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還是不能夠等閒四肢 靈禎 政策 精神 所以 用力 晚餐 小孩 瘋